那麼還有一個問題他是要專門問您的 他說請教一下這個天津保險的張念廷先生 我妻子是現役軍人 那麼軍人家屬有一個Trade Care的醫療保險 他說我想請教您這個保險在哪裡可以看病呢 具體辦什麼手續呢 在華人區有哪些醫院接受這種保險呢 而且他英文也不是很好 那麼找個會中文的家庭醫生可行嗎 請你張先生幫他解答一下可以嗎 好 這個Trade Care的保險顧名之意 它是給現役軍人或者退伍軍人用的 也包括眷屬 因為你這麼看 它就是一個很大很大規模的團體保險 好 那這個Trade Care就有它自己的醫院 你要去它指定的VA Hospital 也就是我們可以中文翻譯成退伍軍人醫院吧 我想每個國家都有嘛 然後你講不清楚它在哪裡你就可以打那個卡片的反面 有800號電話 你可以問有語言困難你可以安安靜靜的online Google search一下 還有的是當你投保有了保險以後 他們政府都會寄一個完整的資料袋 裡面就有列出來這個醫院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這個福利很好的 美國退伍軍人福利很好的它有包括藥 牙包 甚至於人受保險 假如說你有語言的困難可以在電話接通的時候要求一個中文翻譯 中文翻譯然後就可以解決問題 假如說你可能腦子裡會想說 那我就出來買加州健保嘛 加州健保有我喜歡的陳醫師 朱醫師 我都認得啊 不行 不行 你必須得用啊 軍人必須用給軍人的 你把它想成一個很大的大規模的團體保險 團保的話 那有給眷屬福利 你出來買加州健保你要用全額的錢買喔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你就不會嘛 你就會乖乖的摸摸鼻子又留在裡面了 是的 其實軍人為我們貢獻了這麼多 其實給他們更好的福利 應該是比一般的健保都好 所以是很好的 謝謝張先生的建議 那麼這位朋友請中文翻譯就可以了 好的 謝謝